呃 時間上差不多了嘛 那 我們差不多準備要正式開始 那 大家應該聽得出來 如果昨天有來應該聽得出來 我今天比音比昨天重了一點 對 因為我感冒好在 因為我開始 那個話的樣子 對 不過看起來OK 為什麼我覺得 一直有回音這後面 呃 好 那 呃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Single Page Challenge 那 我稍微在開始之前 我 跟大家理性一下 就是我今天要講的議題的內容 就是 我們今天 基本上我們要講的是Single Page 你來做一個Single Page Website的時候 你會碰到一些困難跟問題 但 我們沒有要講 怎麼做一個Single Page Website 就是我們不會講 How to build a Single Page Website step by step 我再告訴你說 中間你會碰到哪些問題 OK 今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擇 那 我們Single Page Website這件事情 有 呃 先來定義一下 什麼是Single Page Website 好了 那他 他一個很可愛的搜寫 叫 SPA 對 然後一堆 一堆女生朋友 聽到我講SPA的時候 都很高興還插話 然後 對 對 對 我一堆的搜寫 會有女生跑過來問說 欸 SPA是什麼 我就說 Single Page Website 然後就覺得 他們能理解這什麼 跟一個技術名字 這上邊的 對 那 呃 跟著不同的功能跟什麼去出現不同的出入 就是 Single Page Website 只是它最後表現出來的一個特徵 而不是它的功能或什麼它的內容 所以我們很難去告訴你說 什麼去build一個Single Page Website 因為那相異於你要做哪些功能跟哪些內容 OK 這是一個基本的部分 那 呃 地道會一直做 都還會一直做 對 好 那 Single Page Website 我一直覺得 這個嗡的聲音 還蠻深怕的 可以 可以 好的 那 那 基本上 呃 這個 Single Page Website 你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看 首先是 紀錄上的 架構上來看 我為什麼今天覺得它的聲音 真的特別奇怪 你要不要幫我把聲音調小一點 對 那 那 今天 好 Single Page Website 基本上你可以從 呃 我們會從幾個角度切入 從你 它可以從幾個角度切入 從技術上的角度切入 然後還有你 專案的 團隊上的角度去切入 然後還有你 專案的 你要怎麼讓你 尋找人在一個Single Page Website 上面就 口握 這件事情是 Single Page Website Challenge之一 對 那 在我們開始講之前呢 呃 我們今天會有兩個 我們今天還是一樣到慣例會有兩個套 那我們會把它切成兩段來講 那 首先第一段的話 我們會先去看一看 第一段我想先帶大家review一下 問一下別人怎麼說Single Page Website的 要注意的事情 也就是 剛好在我 剛好在我們 呃 那天我說要講Single Page Website之後 呃 小鐵剛好就發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講個關這件事情 那 我想先從別人的視野 別人的觀點來看Single Page Website這件事情 然後再回頭來講 我自己怎麼看到這件事情 兩個剛好是在不同的維度啊 所以我們兩個來講 我們兩個講話講起來會有 很大 會有很明顯的對比 那我覺得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部分 好的 那接下來 我們先來看一看這一篇文章 那 總結 在 這篇文章是 就是 這篇文章是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when building a single page web app 他是說 你應該要考慮的幾件事情 那之前上他是一個篇 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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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把這網址貼到我們的郭文圈去好了 方便大家去查找 等我一下 好的 好 呃 發現我忘了自我介紹 經過還比較累 就是 我先講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其實你知道大家知道 Single Page Website 是一個很複雜的題目 如果 有做過Single Page Website 就知道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領域 而且是一個很複雜的題目 那我今天 呃 何德何能人來講這一題呢 欸 就是 基本上我參與過一兩個比較大型的 Single Page Website的開發 那 這裡面開發 我算是 這裡面做那個 底層的一些 contact的角色 那算是 那 那 有累積了一些經驗 那 因為我們這個團隊剛好非常的大 就是幾十個人的團隊 那 那裡面看了很多相關的問題 然後想把這些問題 share給大家 讓大家 再做這一次 以後如果今天做這次網站的時候 可以避免走一些歪路 或 避免 就是 可以做一些事情更cleared 這樣 對 那等一下這些網站我們都會一一nemo出來 對 那 我是 Tony Q嘛 那 我本身在 就是之前都是做web 大概做了五六年吧 大概是這個數字 那 其中我做Single Page Website的時候 在DK家公司的時候 對 可是我們是用DK本文可以做的 但是 呃 我們等一下講的東西跟DK都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講的是空則 講的是general的case 好的 那 首先我們要開始進入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提出了十個點 然後剛好都是從technology的角度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 那 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他講的幾個點 然後我覺得這個 他講的觀點跟挑選的範圍主題都蠻有趣的 他認為你做一個Single Page Website的時候 你一定要認真地去考慮這十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是 挑一個application framework 為什麼我要挑這個文章來講呢 因為我做那個web site的時候是 呃 2011年初吧 那時候其實這些都是刀片都還沒出來 對 那 就是都還沒有那麼有名 那 我們那時候其實是沒得選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其實是蠻Modern的case 所以我等一下分享的時候跟這些分 work 沒有直接關係啊 說paphone 他用paphone做新版吧 他跟我說paphone好難寫 所以 就是 我等你跟他說哈哈你看看你 好的 那 健康就 現在的狀況來講 對你來講 你可能 第一個要素會是挑選一個好的分 work 對 然後他底下也有說 就是choosing a分 work 的意見 1 就是在這些選擇裡面 就是最簡單一個選擇之一 健康就是 你要怎麼去選呢 底下有一些 比較的圖 然後這個圖就是 可以看一下的狀態 那這是 這是怎麼去看呢 首先最左邊的是 backbomb backbomb的部分 他說他沒有template 他沒有data binding 那 routing是用history API 那 有基本的那個 資料的那個 存取的部分 那 下面的部分他有data binding 就是下面那些開始有data binding 那 有一些有 UI 有那個build helper 然後有phone的一些內建的支援 那 上面還有 下面 最下面這個是 4 step 就是他爆分爆牌的意思 對 那這裡面的話 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比較有趣的動向 是google現在在推ANGLEJS 他們有一整個team在推ANGLEJS 所以 應該 ANGLEJS 他們現在復光還蠻勤的 看起來應該是有機會 起來 那backbone 是在之前曝光的標籤 那 不過這些基本上 我覺得大家如果要試的話 就是基本上就是挑一兩個試 那 這一塊很討厭的就是你要做一個很大的專案 但這些其實都不太靠譜 就是 嚴格來說你還是要自己去fine 一些很多事情 然後 要fine很多東西 那 但是比起你自己刻呢 還是挑一個吧 但是 就是看你需要什麼 那 基本上 我自己是建議 如果你只要刻一個 基本的 那個滑雪的話 backbone 應該很夠用 它就是一個小而美的東西 對 因為 輕功patch website 是一個高難度的魔王級的挑戰 所以你用了它 你就不要想說 誰會幫你做很多 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那你很輕鬆 每次為止 它本身就是一個魔王級的挑戰 對 好的 那下面它有介紹一些相關的東西 就是 model collection events view control routing thinking 其中大家先有個印象 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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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rt 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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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ラouting routing ráp r r tember r r 像那種PHP或JSP在頁面上我們稱作為Template Language 裡面代入的東西我們稱作為Variable 就是變數 其實像在JavaScript裡面也有一些Template Engine 可以幫助你做JavaScript的Template 有蠻多的啦,像EJS還有一些相關的部分 扯到Template你就會問一個問題 我可以用哪些表達式 像PSP的Explation跟JSP的Explation都完全不一樣 就不太一樣嘛,雖然長很像,但不一樣 那在KRANSI的Template當然也有很多不一樣的Explation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來啦,你喜歡用哪一種? 你是喜歡用J的 那種就是沒有HTML的Template 還是你喜歡用HTML的Template 像EJS之類的 還是你想要用其他的Template 你不喜歡這個問號等於 你想要他直接是有個 什麼特別的前綴服 像是警號什麼之類的這種Mine 幫你放進去了 你想要用什麼Template 就是你第一步你要先選這個 那 那選這個的話就是 有一個東西叫 有一個網站叫JS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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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看一下 是一個很可愛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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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Template 要考慮的事情 原理比我們想像中的多很多 所以他就有上面這些東西 Is this for client or server 就是他可以在客規模 那你可以選客規模 或者是都有 對 那這樣我們也都有 都要嘛 那 How much work should we have? 全部的JS跟語法都能在裡面執行 就只剩下一點點了 那基本的語法就是帶變數幹嘛的 就這些 那 都不用語法 Template 就是 都不能 都不能有的 就是這個 對 那 還有什麼 就是他需要很快嗎 當然要啊 然後就用兩個小時 其實我蠻好奇他這個是用什麼 他這個什麼標準 你看他快不快 對 這還蠻尷尬 你看JS就消失了 好的 那 precompile precompile指的事情是 你可以先把它 你可以先把它compile 不是動態 每次的時候都會compile 對 那 precompile 原則上效能會比較好 但是開發比較麻煩 好的 那 partial partial指的是可以improve另一個view 對 那 基本上你會發現 欸 剩下沒幾個了 那第一個 那最後一個是 你需要是一個自算 還是一個動作 對 對 正常刀分搜出來 都會是HTML HTML自算 因為把它轉成動作 就是不太經濟 就是不太經濟 就他效能一定會很慢 對 那 我們通常都是轉成Stream 然後再由補號 再轉成動作 因為HTML 或ZH2 其實還蠻方便 對那 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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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轉出前跟轉出要是同一個語言嗎 這個 比較怪一點 那我不確定 好 這個維度我不太確定 但是他有很多考量的事情 對啊 那 你會發現選來選去 最後就會留下你需要的 對 那回來 剛剛 好的 那 這是勘在Template的部分 那 像他這邊都有提到 像Precompile 像這些維度 都會有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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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裡面 那他會 他有把各個不同的 manwork的比較的部分 在裡面 好 但是我們今天其實 基本上 重點不是在manwork 好 那 module development 這個還蠻重要的 就是模組化的開發 這其實是 singletech website中的一個重點 就是 就是我們從一個 很多不同的頁面開發 變成是一個頁面 要一直加入新的元素 然後去做開發的時候 你會需要重複引用很多個模組 那大部分的模組都經不起 你一再的引用 很多 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讓你 比方說有script 你讀第二次 他可能就會 蓋掉第一次的東西 所以有些指引 本來就只能執行一次 之類的 那個情況 當你讀的時候 或幹嘛的時候 要嘛就變慢 變慢還算好的 只有變慢 還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嘛就是直接掛掉 甚至是 動不直接跟你討論 或者直接clash 對 那 module development的話 它這裡要講的是 AMD 它這裡其實要講的是 AMD 這基本上是一個 不管你有沒有用 不管你有沒有用 recard.js 基本上你在做 single page website的時候 自己做 dependency management 也就是引入資料管理的 就是相依檔案管理的部分 是一定要做的 是一定要做的 你沒有做的話 怎麼指的 你會不知道 對 那基本上在這個年代 我會推薦讓它直接用AMD 或AMD 相關的手錄訊 如果你是寫 那個什麼 EST.js的話 他們有自己的一套 你就不見得需要 EST.js EST.js 他們有一套 自己的dependency management 是擺他們的package 來做詞的方式 那可能就不見得那麼需要 用到AMD 但是 就是還要做 dependency management 好的 那這次 server side的部分 這個 command this 這個是修行條路 好 然後package management的話 跟剛剛那個也很像 就是也是一樣 我們是要管理的套件 那這個指的是 server side的部分 對 好的 那這個部分 鍵上 他指的是你 server side的那個資料 要用 要有 server side的那個資源管理 但是這個跟今天主題沒有直接關係 對 這準備是專家開發的經驗 好的 好的 Union and integration testing 這個的理由是因為 Single page website本身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那 有做電信 你可以幫助你局部的去做 模擬的 對 但是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就是 Web 的 unit testing 其實沒有很好做 對 那這部分我們可以之後再說 就是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 UI considerations 就是 UI 的部分 那 OK 它是從設計的角度來看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 phone handling 就是 就是 你要注意這些事情 就是 phone 的 handling 然後 custom formatting 然後 arrow handling 跟 alert 跟ification custom control 他說 custom UI Catent Library layer graphic internation 這樣 唸起來好輕鬆喔 不對啊 我在幹嘛 可是 我大概解釋一下這邊 我讀起來 我認為它的意思 就是它的意思是說 那你在做一個single page website的時候 你大概要考慮到UI的部分 那 你考慮到UI的部分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是你在做一個網站的時候 本來就應該考慮的事情 對 那這個其實比較偏向你對 一般網站你要做的事情 但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就是像 alert跟notification 在single page website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會建議你 坐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你應該就畫面上 就有一個區塊 是專門在放一致的東西 像大家都知道 Facebook和notification 都永遠都在同一個地方 那像那個 Google files 或者是Gmail裡面 那Google files 都在右上角 那基本上 就是你要有一致 在single page website裡面 這裡面的東西 就是你要有一致 一致的部分 那 國際化的部分 這個其實就是看需求啦 對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講到自己的地方 那 CSS CSS的部分 這邊他講的事情是 preprocesses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他講的是 怎麼去管理CSS檔案 那這東西講的是什麼 就是 就是 那個 sets 或者是 這個不太會念 還有lets 還有compass 反正就是一些 CSS上的本物 就幫助你去 在 寫些SS之後 更好去寫 更好去管理大型的部分 那最後一個就是 Russian Control 講到這裡你會發現 他的很多要點 都在針對專案管理 跟 就是在針對一個web專案 該用哪些突破的部分 那 single page website 是加上去的 那 Russian Control 當然是一定要的 這應該不用多解釋 好的 Bowser consideration 好 這是 我們需要 support 很多的Bowser 那你需要 support哪些Bowser呢 那那些Bowser 你要怎麼去測試它呢 那很重要 那這邊是建議你的一些東西 好 那像sull step Bowser step 這個做的應該對testing還蠻熟的 因為看起來它想講的是slain 對 OK 那 幾個點 像是 Modernizer 就是偵測 那個網頁有沒有support 某些feature 那 下面這邊是 csa reset 還有 novalize 就是 讓每個瀏覽器上面的畫面 預設的畫面長一樣 然後 use vendor prefix 可以去確保每個東西都能夠被support 對 那 use bowser compatible charts 這很重要 這是 單獨針對 那個chart 對 因為chart大家都知道有freshchart 什麼chart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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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這邊是use bowser compatible charts 對 這是他對那個data部分的建議 好的 那 他說 有一些 有一些 bowser 他也不分可能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 google sales 是你最好的朋友 對啊 就是 就是這個 好 然後後面還有就是library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考慮的一些library 就是 視覺化的一些部分 視覺化的部分的話 他有 基本上這裡還蠻多 我們常見的 以chart來講 hichart基本上還蠻穩的 我自己用過 我們自己在專案用hichart 經驗還蠻不錯的 那第三比較偏動畫 如果之前有看過第三的介紹 我應該知道 那formating的部分的話 這些就是看你的需求 formating指的是把文字轉成特定的格式 把資料轉成特定的格式 對 那control 基本上是一些意外的control 像是jqueryui bootstrap 這些基本的 helper helper的話基本上就是 有幫助你寫code 就是那種jquery這些東西 像underscore 就是有一些 有些基本常見的函式它在裡面 然後modernizer 你可以滴進去 所以 基本上是跟web 也會有helper 那 minification的話是 就是 你要把你的 這邊指的是 這邊指的是 怎麼加速你的網頁 跟怎麼去 就是 你在上線前 你要對你的專案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打包你的網站 就是打包你的網站 就是打包一個網站的jquery 把它總成一包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要壓縮它們 讓你上線的時候 你的css跟jquery的那個loading 都最小 對 那這邊基本上有兩個部分 基本一個是工具上的壓縮 像 如果你要用requite.js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它的automizer 那這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特別介紹 Ugpy.js 跟之前的yycompressor 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會幫你把jquery壓縮進去 那除了這些以外 你還可以turn on 你的servo的gz 對 然後這裡有一個特別的東西值得講 就是grunt grunt 基本上是一個 幫助你去做 呃 不同的jquery的一個 dependency management 的一個部分 就是 呃 像jquery它其實有切成很多隻 像什麼css模組啊 然後什麼adges模組啊 之類的 jquery就是用光去把它打包 做成release版的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幫助 你把很多小隻的jaxquery 整成一包大隻 對 那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tool 好的 好的 最下面這件是 一些是相關的工具 就是 jaxquery 是可以幫你看你的jaxquery file 基本上jaxquery 我蠻推薦大家用的啊 它可以幫你看你的jaxquery 是不是符合一些基本的規範 像是 呃 像是那個 如果等於你用兩個等於的話 它就會跟你抱怨的東西 其實我的 我的editor就有裝jaxquery 就有裝jaxquery 我可以抬給大家看 像是 像是 把 k等於0 然後我去判斷一副 k 不等於 自傳 然後 我如果存檔的話 它就會圈起來 為什麼呢 第一個是我打錯字 所以它剛 底這個背景 背景是白裡幫我圈起來 那現在這樣圈起來 是為什麼 你看現在沒有小小的底線 就是因為 它認為 其實Depore 它其實是不建議用兩個等號的 它是建議你用三個等號的 對 所以這樣就不會有confirm 它有一些基本的guide line 像是 它好像 我記得它好像不建議你用一個 就是沒有 沒有換一套的 對 可以 好吧我忘記了 好像是沒有分號 好像也會被建議 對 沒有分號也會被建議 反正就是一些基本的guide line 然後它有一些option可以關 像如果你不喜歡分號 它也是有 不喜歡分號的那個 對 我想當它這件事還蠻好用的 好的 那 下面的話有一些tools 就是幫助你去build 去build的一些東西 這邊指的是什麼呢 像 sars 這些東西在你上線前 你都會需要compile 在Depore前 你都會需要compile 因為我們平常 或者是在你測試的東西 可能會一直需要持續性的 就compile它 或之類的 那這是這個tools 我是幫你去compile 除了這個以外 像Covid script 你可能需要 Covid script大部分的狀況下 我們開發的時候 會掛那個Covid script的那個 它的那個 自動幫你轉的那個 那 那 在上線前 通常我會把它轉 它會有更好的效果 那通常 它會有一些tools 我會幫你自動在上線前 幫你做這件事情 去做轉換這件事情 對 那下面還有一些相關的介紹 還有一些package measurement 編輯器 啊 thumbline 最近出了3開始要周前 對 那comment line 2 好的 那最後一項 它出的是promotion configuration 壓縮你的 就是減化你的CSS 可以變快 那 最小化你的動的操作可以變快 然後移除不需要的元素 對 那避免Data binding 避免超過數以百計的Data binding Data binding 在這個年代還是 還是很失效我們 但是在下一個世代會變好 為什麼呢 在下一個世代開始有原生的 原生的那個 動的 動的那個 改變的事件 現在的 現在的那個 現在你要 你要去monitor一個動的那個 pubity的change 你要去monitor一個javascript 物件裡面的屬性 什麼時候被改 是一個成本高的時間 那在下一個世代 在下一個 下一個版本的規格裡面 把這件事加 把這個事件加進來了 這就變得比較輕鬆 好的 那 下面的部分的話 就是可能到event handle 就是 就是 這個很小 放大 好 就是event handle 你一定要自己手動不輕 就是你不能依賴 你不能把HTML幹掉 然後就以為他自己會不見 基本上 在做single page website的時候 因為你不太會離開原本的頁面 所以 很多原本 我們不太care的東西 都會開始變得很care event 然後new 還有一些奇怪的一些 keep的一些variables 跟一些 在國外部裡面的東西 因為久而久之 他們就開始成長 成長 成長 一直都在包含這個crash 對 那些東西就會開始變得很重要 這是在single page website 裡面一個有趣的事情 那 那 try to generate most of the html 的色彩 簡言之 他建議你就是 盡可能把html 放在色彩去產生 而不要錯過凱安塞產生 OK 那 那 在可安塞的部分的話 就是盡可能的 讓舊的元素 可以被reuse 也就是說 你已經產生出來 就可能不要把 就是 已經產生出來畫面 如果能重用的話 就儘管是把它們拿回來用 這樣可以減少再產生新的元素 對 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也是蠻重要的 可安塞在render html 然後把它在 在可安塞中 做出來的一次 不夠快 其實還蠻不夠快 因為 我這邊我舉dk的例子 dk有兩個版本 如果有用過dk 應該知道 dk有兩個大版本 一個叫dk3 一個叫dk5 dk3的時候的方針 是說 html都會在時候 在rangey 然後在可安塞 透過javascript 會去進行一些操作的執行 這是dk3的部分 dk5的部分 是全部的html 都在javascript執行 全部的信用都在javascript 被產生 被執行 對 那 痾 這兩者啊 在by的效能上 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別 在這部菜區執行 html 去產生html 效能 非常非常多 同樣的畫面 兩者可以插到 可能幾秒這樣的差距 對 這是一點 但是反過來說 你可安對 你可安對這些事情的控制 就變得很差 你可安能夠對html的控制 就變得很差 因為你要踩一個CM 幹嘛都要回收賽 就是你的開案的彈性 會變得很差 所以我們後來決定 轉到開案賽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但是它的成本 依然很高 所以當我們自己 在做一個single-page 然後不賽的時候 可以稍微再考慮一下 這些事情 好 這件事後話 我們等一下再一起講 那 region specific servers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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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指的是 你就是讓你 server 能夠更 就是能夠更快的回應 那 下面這個是 cdn cdn 的部分的話 就是 儘可的使用 cdn 去存放你的 library 或 static assets 就是 把那些支援檔放在別的 cdn上 或不是放在自己的 server上 然後這樣可以加速 那些支援檔的過去 對 不過這一直都有一個風險 就是如果 cdn 掛 這個現在主流的 cdn 像 就會有那個 google的 adress library 那那個還蠻常 蠻多人在用 那還有像是 s3 之類的 s3 其實不太 應該不太算是 cdn 對 其實有蠻多 cdn 捨途選人 大家可以再找一找 對 然後 anate your web page to your line white slope 對現在 white slope的作者 跑去做一個叫 performance 就是叫pagespeed的東西 大家可以 用 我覺得他比white slope強多了 就是 像這樣點一下 下面的東西就是pagespeed 你只要我裝這個滑開 你就會用 那 你按一下分析 然後他就會開始幫你載入 他會幫你裏入 然後他會幫你做分析 那他其實還蠻好用的 非常推薦給大家 那他的優點是什麼呢 他的優點就是 他會幫你分析你的頁 我覺得他最強的一點是 他會幫你分析頁面上的每個圖片 然後告訴你 他壓縮比還可以再降到什麼程度 最要命的事情是 他把壓好的圖片給你 對啊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 他現在在下載讀取 然後在做 這其實他叫pagespeed inside 然後他有一個web 他除了quark 以外他有一個web版的 對 然後還蠻強的 然後等他一下 因為這裡往路不夠快 就要等他一下 你看像他有 像他可以看現在的東西有 他有一些高度優先的選項 要告訴你 重新導向似乎降到最低 只用瀏覽器快速 最小的話要求大小 就是request header cookie跟request header 那最佳畫圖片 你會發現說 底下我說 在沒有 這字很小空念的 在沒有資料耗損的情況下 壓縮圈圈圈檔案 可將檔案減少大小為36kb 減少幅度為31% 查看最佳畫內容 你會發現 這裡有一張做好的圖 是你只要把它抓下來 你放回去就行 很讚吧 就是你還不用 你都不用想太多 就看到那個數字差很多 你都會把他抓下來 把它放回去就好 而且是沒有資料耗損的情況下 我真的覺得google 真的很厲害 那他就有一對有的沒的 其實我還蠻推 我覺得這個是我看起來就是 可以直接拿過來用 最fancy的一個 而且他是有 我直接幫你做好的東西 對啊 然後像這個是csscrime 他還有一些 對啊 一些建議 那中間還有一些其他 這個其實還蠻fancy的 我覺得yseo已經完全可以被他取代了 那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yseo跟這家google是同一個作者 對 就是這樣 OK 好的 那 剛才已經跳手了 等一下我把它拿回來 應該沒了吧 好 還有 阿林 就是裝 裝google拿鐵 對 google拿鐵是你的好朋友 對 現在網站除非有特別 那個 趴了鞋 或什麼 實際上沒有辦法裝google拿鐵 像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那個公司比較機車 他只能裝webtrance 就公司政策 對 那其實就看你能夠用什麼 對 那之前他們拿鐵是還不錯 基本的該有都有 而且還免費的 真的太棒 那 這個是 就是跟作者保持聯繫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 可以看一下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一些相關的連結啦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然後operation management 就是一些 相關的一些部分 就是 operations 所以這裡講的operation指的是一些 呃 過板啊 或一些流程上的一些操作 那其中有像 怎麼去build 一個化學的部分的話 像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呃 很多人在問CI是什麼 就是這個 continuous integration CI指的事情是 嗯 持續性整合嘛 那持續性整合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還是整個大小 你看 整合的部分的話 指的事情是說 如果你有需要人工 比方說我們每個 每個禮拜都在持續的開 build 個新版 或是每天都 build 一個 nightday version 就是我每天都在 build 版本 或者是我一直在做過版的 這些動作 那 或者是 比較很多人會直接連結上的一個 情境就是 我寫一段 code 就是 自動文每天都幫我跑 test case 之類的 對 CI很容易跟test case 其實是因為test case 是他最大的選秀 但是不代表他能做test case 像 Jenkins 其實 他把這三個D起來很好笑 因為 Jenkins 是從哈德森過完的 Jenkins 是哈德森改名的 對 那 Jenkins 是還蠻常見 蠻多人在用的啦 那他安裝很簡單 大家可以去抓回來看看 那他的介面 呃 我應該沒有裝 我看一下我都不會走開 其實我之前有裝過了 缺詐還沒過 嗯 果然是沒有摸證 好的 欸 有欸 還摸證 好的 這是 Jenkins的介面 那你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 像是新增一個job 然後你可以新增一個job 就是 這個job可以是任意的job 像是說 但是說執行一段console指令 我可以執行一段指令來看 test我一定好 我一定有 那test2 好我可以執行任意的一段指令 然後 我先講執行指令的部分就好 其實他有很多分析的東西 像是 bue bue的時候執行一個share 然後這邊因為我是windows 所以我執行windows bash command 然後就可以在裡面幫 做一些事情 像是 echo 然後 test 然後把它放到 或者是 把它放到c底下的test這個檔案 點txt 好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share script 那 應該會動 應該會動 有點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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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好一個test之後 我就可以按build 按了build之後呢 他會告訴我什麼時候build的 然後 他會有一些 相關的資訊 然後你可以看到console的輸出 對 像這個的話 就會說他在這個指令底下 做我這件事情 然後 success 最後結果是success 就是成功了 那 我去我的稀草底下看 應該就會多一個檔案 呃 那 發生他裡面多一個 就是我底下真的有這個檔案 他就會去執行那個share script 他會去執行那個batch command 在dinus底下就是share script 那 OK 那我還可以再執行一次 就是我可以一直執行 那 能夠執行share script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啦 像是 重開機 像是重開server好了 大家可能如果有一台 蜘蛛座的server 要重開一個server的話 那如果有一個server 要重開一個server的話 大家都會連上server 去下一段指令 然後重開嘛 那如果你有一個 jenkins的話 你就可以把那個 東西寫成share script 然後 就可以 直接透過web的方式 按一個鈕就要重開 這樣 當然他有可以做上到控管嘛 你就可以有比較 優雅的web介面 做很多事情 而且重要的是 什麼時候做 你都可以被management 所以CI 是一個這麼用的東西 通常是用在過版 release deploy 還有測試 還有compile 這些基本的操作上 非常的好用 那除了 手動按以外 才可以設定quantrum 讓他自動執行 如果也是linux based 或是相關的部分 那 你可能會問我說 OK 那 如果要pute 我當然需要 從sbm 去搞幹嘛的 他 default都有support 然後如果是java 他有maven 他是一個java base 的一個圖 但是他最輸入的圖 幾乎都support 我看到很多 檔內的人都用他來管東西 他好像 source code management 他會自動幫你做 sbm update 或什麼之類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repressure 放上來 他會自動去con 建一個wallspace 他會建一個wallspace 就是他會幫每個job 這甚至有一個job 他幫每個job 有一個工作區 然後他的工作區 比方說你去告一個滑掘回來 他會把他的檔案 放在這個job 工作區裡面 然後你更新到哪裡 或者是做什麼事情 都會在工作區裡面出現 你可以看到那個滑掘的東西 對 好 講的有點遠 但是我覺得喜愛 是一個滿讚的東西 而且安裝非常的簡單 對 歡迎大家去玩一下 他叫 Jenkins 那這邊是 這邊是其他一些operation 像是資料庫的一些處理 就是資料庫的備份 然後file over 一些相關的東西 對 資料一定要做備份 至少 daily daily的備份是一定要的 業務走 業務走多 總是會有碰到鬼的時候 對啊 總是會有碰到黑黑的時候 好的 那 再來的話是 catching data in memory and invented cache and regular 那這部分的話 意思是說 可以把一些資料 放在那邊 把一些資料 catch在memory裡面 這樣會處理起來 會比較快 這是屬於surfstand的部分 但是可能是還可以做 那 要記得處理 全線跟 全線的部分 然後要記得做個驗證 對 那 scaling on the chemicals 那 這部分就是scaling 他其實這樣寫 好像沒辦法改變什麼事情 那 security ssl certified and it bispoly testing 那這部分就是 security的部分 相信 這以後我們有機會 再來一起 再找比較強的人 一起來講 對 沒有比較強的人現在做到我會面 對 是的 好的 那基本上 ssl 大家 現在 ssl 大家對他的印象應該都會 他會讓我 變慢嗎 那其實 ssl現在應該已經算夠快了 就是這年頭運體已經不像以前了 大家可以試著在自己網站上講 ssl 對 那 password management 好吧 我還要再說一下密碼 記得要加密 是的 好的 那 support monitoring 跟reporting tool 奇怪 為什麼我越講越覺得 這是在教怎麼建議工程 好的 monitoring指的是那種 就是每天去PIN你的手頁 看他有沒有掛掉那類的東西 對 有一些服務是會一直去幫你做那個網站的一些去關開網站的健康狀態 如果有狀態會是用發行或寫簡訊給你 對 那你也可以自己做啊 gencase有內建有模組做這件事 但我上次用它的時候要當掉 好的 那reporting tool的部分的話有分很多的階段 就是 像巨業也是一種reporting tool啊 然後你自己有一些數據 你可能就要開發自己的reporting 那還有一些像是 s-doc 這些reporting tool 都有一些線的部分 那 deployee and station 就是開發跟 開發環境 跟那個 正式 最後測試版環境 對 那 summary as you can see developing the app and bring into production equals around the modern technologies 就是 就是 開發一個 開發一個 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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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但是如果有合在一起的話 他們會變成很強的部分 那 這邊的部分的話 就是他的一些大概的總結 那 就是他來看怎麼做website single page website的部分 那 ok 我們稍微介紹完這篇文章 欸 竟然是8點 真的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 我一直以為我講的這篇文章應該只會過20分鐘而已 剛剛東捨西捨果還是捨太多了 我要特別講一下我們的group是一個非常free 然後非常free style一個group 就是大家不用太嚴肅的 然後如果我講的比較急車一點 就是 不用太客氣可以再吐槽我沒關係 好的 那 剛剛那個看下來 我 大家想講的事情是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 你會像剛剛那樣開始在做 我就是 ok 我要先跳一個分 work ok 我要先 跳一個好的架構 然後開始我要去挑那些技術的堆疊之類的 但是在做single page website的時候 其實重要的難度不是在這件事情上 做single page website 做single page website的時候 他的難度並不是在 我認為啦 我認為 我容我強調一下 我認為 他的難度並不是在整個拿去stake 而是在 你多認識single page website這件事情 ok 那等一下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會從我的角度來講 single page website開發的一些過程 和一些經驗 那大家可以先找回休息一下 好 那就先休息一下 我們大概休息個半個小時之後再繼續 對 謝謝大家 等一下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今天講的主要是 看一下東西會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不像當中市般般的東西 那我先講 我先找人一下 今天的投影片完全沒有太好價值 很久沒更新了 至少六年 因為昨天做了太多投影片 已經刮掉這個禮拜了 所以那投影片還沒差 難用 對 它沒有什麼互動式的介面 對 你每一個功能 他都會開另外一個市場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準備開始了 聽說可以出 website 下一個 好 今天第一件事情 什麼是single page website 呃 single page website指的就是 我對他的定義是這樣子 在一個頁面裡面 所有的功能 你都可以透過不換頁的方式完成 所有使用者會操作到的功能 你都可以透過不換頁的方式完成 當然除了 revens到外站的部分不管 大部分操作 你都可以在一個頁面裡完成 我稱之為single page website 那典型的一些相關的案例單 就大家去沒有跟facebook 之類的基本的案例 對 那 有些人會覺得facebook不那麼算 好 那 可是這個部分等一下 我們再回來講 那 接下來下一個是 single page website的challenge 他會有哪些challenge 剛剛大家聽到的 大部分都是技術對抵上的challenge OK 大家 single page website 意味著 他會一直做一個request 然後把東西拿回來 request 拿回來 產生畫面 做出操作 做出提示 然後會有一些很多很多不同的畫面 可能 你要挑戰意外的極限 對 那 他的challenge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大家一定會知道 就是 保守能夠存在多少的content 這是他第一個challenge 那 第二個challenge是 我有這麼多的操作 然後我如果都要從一個進入點開始 然後我要怎麼去測到 比方說一個特別的case 第一個case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要怎麼去開發一個其中一個view 為什麼這麼說呢 如果你這個view是 使用者資料的某個頁面的某個畫面的話 你要先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要先登錄 那可能 登錄完之後 你再點到某個A頁面 再點到某個B頁面 再點到某個C頁面 然後你才能看到那個view 你要怎麼去在上面做這樣的開發 做一個新的畫面開發 新的功能開發 特別它堆疊在很深處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困難 對 懂我意思嗎 怎麼去做到一個新功能開發跟處理 這是像其中一個challenge 那第三個challenge是什麼 你怎麼去styling它 styling很難喔 因為你有好多的view都會載進來 你怎麼知道自己SSI 才不會撞在一起 很難喔 你有那麼多個東西 在同一個畫面 而且你的動力換來換去了 你怎麼能知道 今天的container就是 我今天 我今天而剩某個東西 在某個東西底下 你怎麼知道它不會被換掉 這也不容易喔 OK 那 然後我什麼時候要讀世界圖檔案這件事 我世界圖要怎麼寫 什麼時候讀這件事 也是它的challenge 然後最後 然後還有剩下一些比較記錄性的 就是像 我的JavaScript 我不同的頁面都會有不同的JavaScript檔案 那我那些JavaScript檔案 怎麼去載入 怎麼去執行 怎麼會處理 這件事是一個問題嗎 那還有剛剛有人提到了 怎麼去做 怎麼去做上下一頁管理 什麼時候我可以按下一頁 什麼時候我可以按上一頁 我要怎麼反應 每個動作我都要怎麼做上下一頁嗎 有沒有 如果真的要這樣做 大家會做到死吧 對 那這些都是single page website challenge 對 好 講完了 謝謝大家 欸不是啊 開場 不要弄 好的 那基本上我先把它簡單的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technology 第二個是cowork 第三個是resource 為什麼cowork特別被我 大家今天應該聽到我想想吃的 為什麼我特別highlightcowork 因為 呃 我們之前那個case 是我在一個 幾十人的團隊裡面去開發一個single website challenge 那 那 那我在幹嘛 不是開發一個trange 我們在開發一個single page website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的確也在開發一個trange 沒有錯 好的 那 那為什麼我強調cowork 因為 呃 我們不可能一群人擠在同一條開發線上 雖然single page 看起來你會覺得他自己挑線的 或 但是 或者是很多分子或什麼 但是我們不可能所有人都擠在同一件事情上去做開發 你一定要分工 在single page website上的分工其實 如果大家就傳統的觀念去想的話 你會覺得他很困難 對 你會覺得他相對的困難 而且他很容易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有人改的核心樂口 哈哈哈哈 你都會一直 有人改的核心樂口 全部的業運都不握 我曾經早一隻 我曾經在 早上上班的時候 早上十點又接到一個controller 然後 有人跟我說 欸 昨天下班之後 不知道是在commit什麼 然後早上起來 每個畫面都一片白 然後 每個人的畫面都一片白 啊 人們沒辦法做事 人們沒辦法做事 大家沒辦法做事 欸你是controller 你快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你知道我就去追 我去追 我去追 然後之後發現 有一個人的助擊 在某個背景庫的範圍裡面 有一個人的助擊 只寫了開頭沒有寫自己庫 那你知道我找了多少個檔案嗎 那個專案的檔案有大概三四萬個以上 然後我是怎麼找的 我去看Ajus的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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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一定有Request 那我去看他哪一個Request Fail 然後從 Wall the NetWall tab 他去看 這裡有一個註解沒有結尾 然後說 隨便誰commit的註解 趕快找出來 大家快點一直找出來 commit的註解沒有結尾 我們十個人在電話裡面 找了他找一個小時 對啊 我當時是on-site的註解 那我們的那個ad schedule 他就是在Home的那個庫口 那他 因為他也是 所以我跟他 我跟他講 欸你趕快去叫大家找 然後你先不要跟我講話 我找一下 那我們在比賽跟誰先找到 只有說我贏了 耶 就是 就是你知道這種single page website 就很容易 只要你核心的都一爆 就大家跟著一起可以這樣 就是可能就是一整天不見 這樣 懂得懂嗎 那 這是很常見的問題 而且就是你中間一個 而且他很容易發現就是 你中間一個地方有一個sql 那後面所有的連結 什麼狹小都不會懂 這個有做過的人都知道 我就不多講 那 所以你怎麼去cowork 然後怎麼去切出這些 誰能做什麼事情 然後 天兵問他負責重要的東西 這種事情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 對啊 其實我也蠻常知道炸彈 如果 運氣人腦都會被 都會被 因為我中出去的東西 都會被 他都會抓到我 所以cowork review是很重要的 對 好 那 resource management 也是這件事情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今天在tack的部分 呃 大家可能會期待今天聽到什麼 讚的famework 或什麼之類的 原則上今天不會介紹到那麼 因為 說真的 我不覺得這東西有famework 這樣 但是我今天會 有一個議題的部分 我會稍微提到famework 就是 我會稍微提到他一下 但是原則上 我認為single page website呢 一直要follow一些準則 那我大概說了一下 tack的部分 webservice vs webpatch 這是第一個問題 在做single page website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 你的cline 你的html 你的資料 你要的資料 這個問題是 你要的資料是html 還是json 這是第一個分歧點 像backbone那一類玩法是 它們會用 它們會用 嗯 collection的方式 直接拿json 然後再開lend html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做法 那我以前做過的做法是 我們以前試過的做法是 用 這個我們也做過啦 那我們以前試過的 那一種做法是 把html的是不是在存牌 然後拿進來畫面 然後去 拐彈到畫面上 OK 這兩個你要先考慮一下 你要採用哪些single 那基本上我的建議是 兩個都要考慮 因為 web page 它有一個優勢 是在存content的東西來講 存content 就是比方說你自己一個 一個 一個 那種 該 一個書或什麼 這些東西來講 其實html其實比較快 而且比較好用 如果你自己手中去 可以大串的html 或者是使用者書 的東西 你很難去做 就是你一定會有碰到的是 之後再傳html過來的東西 給你的時候 對 那 web page 基本上會比你用json去reveal 來得很快 但是我覺得是 看你的需要 如果那東西就是一直變動的 像是 non-pication 或這些東西的話 就建議你用 用json的方式去處理 我的意思是 不要把自己的路 找死了 對 就是我覺得 backbone在這點上 我覺得是比較有問題的 就是 我覺得我比較不喜歡 那這一點 就是它 D4就有一個clutching 在那裡 會讓你一直很想用clutching 可是我覺得它不見得那麼的 有必要 對 但這是個人意見 在我的場景要 嚴重免得選吧 哈哈哈哈 開玩笑 好了 那 OK 剛剛那件事是 大家可以先想一想 那 single page website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 你覺得single page website 是一個 只有一個畫面的single page 只有一個網址 只有一個畫面的website 大家有做過的應該都會咬頭吧 對 single page website 只是 只是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入口 但是它的意思是 你進來之後 就一直待在這個網頁上 它的意思是 你會一直待在這個畫面 而不是 你只能從一個地方進來 這是很常見的一個誤解 這絕對是個誤解 對 好的 所以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因為我們會需要有Direct Link 什麼叫Direct Link Direct Link是 一個網址 可以直接到達你當前那個畫面的地方 就稱之為Direct Link 那 我們大家都很有印象 像是 舉個例子 你有用過Google Map 那今天很開心 你在Google Map 搜尋台北車站 你找到台北車站這個點 那你很開心 要share給你的朋友 你發現直接把網址貼上去 欸 糟糕 活了 對吧 我做一個service 然後我們 這個service 我既然是一個web 那我通常就會想要做Data Sharing 那 欸 我沒有辦法share 那怎麼辦 你會發現Google Map 在右上角有一個連結 點下去打開Copy 就可以給你的朋友 你就可以直接點到這個畫面來 對吧 這是所謂的Direct Link 那在Single Page Website Direct Link尤其重要 對 就算是你自己在用具 你想不想到就是有一個連結 是直接點到你的某個特定的tag 底下去看信 或幹嘛之類的 其實我們還會需要的啦 那 或者是舉個例子 你想要當你看信看到一半 突然網路斷掉 然後你在 你可能在 手鍵夾裡面 你希望重新整 呃 手鍵夾可能 因為預設在手鍵夾 你正在看某個tag的信 你看到一半 然後網路斷掉 你希望你的reflash 是在 那個tag裡面 還是在手鍵夾裡面 你懂得意思嗎 其實Direct Link有兩個需求 一個是share 一個是自己的self-reflash 大部分的users-brands的部分來講 你會期待的是reflash 都能填在同一個畫面 可是如果你沒有Direct Link 你根本做不到這件事 懂得意思嗎 這是一個點 好的 那 講到Direct Link 這年頭 這年頭有一個新的東西 叫push-stay 我們今天剛好順便介紹一下 wush-stay 是html5 html5 那 它是什麼東西呢 大家都會覺得它很神奇 就是 好像它可以幫你做aggress require 它可以幹嘛 感覺它是 它還有根據它有一個 新的名詞 叫pjx 這是印照 把那個a換成p 對啊 那其實 大家都以為它可以做aggress 可以幹嘛 那基本上它的原理都非常簡單 它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改王子 它只做改王子這件事情 好啦 它還有做別啦 它會在改王子之後 如果它按了上一頁之後 它會有event 幹嘛 它有 那個不知道的 它有那個history management的一些 相關的event可以讓你用 但基本的原則 大原則上來講 它就是改王子 像大家在看那個 Github的source code之後 不是都會發現 點進去的時候 它是animate 然後王子有改變了 我第一次發現push-stay 是從來看見的 那 它有點像那樣 點進去之後 它會把王子改成那個resource的王子 然後內容會換掉 對 既然大家 現場都網路 這個大家就直接開來看就好 像是這樣子的東西 像是大家仔細看王子 這是一個template chooser 它現在的網子是template chooser 那 我點進fonds之後 你會發現它裡面是 它其實沒有reflection 它 它只有直接內容換掉 但它的網子改變了 這就是push-stay的效果 對 那同樣的 它會support上一頁 就是它support你做上一頁的動作 對 它沒有回來 好吧 那 欸 真的沒有回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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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我寫的東西 還好還好 好的 那 基本上push-stay就幫你改王子 那 所以說 你就可以有一個王子 那我們回來講 其實講 就是你先記得它是改王子 等一下這好 我們還會回來再講 那 很不幸的 它在舊流軟器補身後 它主要是在 啊一九忘記 啊一九好像有 不太記得 似乎有 對 那 那 下一個 再舊一點的流軟器做法 就是anchor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個 井什麼 的那個東西 對 那anchor的部分通常就是 我們通常習慣性的做法 有很多種 就是包括自己定義奇怪的規則 像是 A表示A頁 B表示B頁 C表示D頁 那A之一 表示王頁 對 有人是這樣玩嘛 那有人是就把王子直接放在上面嘛 對 像Facebook以前 在針對計劃器的suppose 直接把王子放在上面 對 那anchor的部分 基本上是其中的做法之一 但是它一直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anchor 大家知道anchor這個紙 是不會被直接的傳給serverside的 所以在serverside一進來 是不是收到request的時候 它不會收到你的王子裡面 你收到的王子裡面 是不會帶有anchor的 就是你井什麼 那是不會被serverside拿到的 所以serverside沒有辦法 針對你的anchor就做passing 然後給你對應的頁面 所以你要anchor就表示說 如果跟網子差距的頁面很大 然後就表示說 你always會先讀一些多餘的方程進來 才能換成另一個頁面 所以有定名票做法 像Babong他們的做法是 我一開始不讀任何資料 我看到你的anchor進來 我可以開始做事 對 但是那個某個程度上 它會讓你普通的變差 一定會有一些delay 所以anchor的手續 天生的就有這個問題 對 那anchor也可以support 但是在i16另外 因為i16的anchor 不會取一個 不會取一個 你必須要用iPhone去 因為它但是它會記錄裡面 iPhone的頁面的變化 所以一些相關的JS API 會去改變iPhone的網址 讓你可以做上一頁的操作 好的 那這個時候你會問我說 上一頁很重要嗎 誒 這很像還蠻重要的 對 那這不怕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可是 我剛才也說過 如果你每個操作都要能夠上下一頁 你會做到死 對吧 那你要怎麼處理呢 這個時候 像pitcher management的議題就浮上來了 這其實也是single page website一個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再講 首先我們先拉回來 在做single page website的時候 請先把一件事情記得 你的頁面是由兩個東西組成的 一個叫view view是什麼 是一個大塊的東西 是一個完整的view 一個畫面 就是原本的一個頁面 就是你傳統 website的一個畫面 ok 你的single page website 原理上會是由view構成的 就像我們傳統網頁一樣 它跟傳統網頁其實沒什麼差別 它就是有一個view 跳到另一個view ok 所以你的view還是要留著 不要因為你寫single page website 你就忘了你的view 對 所以呢其實事實上 你還是要以view的角度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另一個東西是什麼 原本我們在一個頁面上 我們在傳統網頁裡面 網頁上你可能會有一些小小的行為 比如說點擊打開或之類的 點擊這個地方把content展開之類的 那種小小的jask事件 那東西呢 那我們在這裡稍微定義一下 把它定義為叫action 傳統網頁事實上 就是從用view跟action 去建構出來的 在single page website 你一樣要建構出對你的view跟action 你還是用一樣的方式在思考 懂了嗎 這點你一定還是要記得 如果你在這點上迷失了的話 就是你會發現做愛犯 你會一直卡關 你還是要在腦袋裡可以思考說 哪些是主要的大view 哪些是底下的action 通常action是不用做上下一步的操作的 那view是要的 通常是用這個角度去定義 對 先記得這個原則 好的 好的 那這是最後一頁 沒有 剛剛還沒講完 不要緊張 接下來我們要稍微來做一下實力 好的 欸咻 坐下來 站久了 站累了 好的 那我們拿google來 google來 google來做這個禮 首先 這是loading的view 然後這個view呢 是信件夾的view 這個view是另一個信件夾 就是這個view也是信件夾的view 但是它是不同的方向 你會發現它後面這種警號 去做一些相關的處理 對 你會發現它default是用這種 警號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如果有同一個reflection呢 你會看到這個loading的view 它的做法是採用我剛剛講的那種 呃 比較傳統的做法就是 它進來有一個routing頁 然後在routing頁 讀anchor 去做對應的routing 所以它進來不會 它進來不會直接到信箱頁或什麼 它會先到一個讀取的頁面 然後在讀取的頁面 還要有資料進來 然後再導入對應的頁面 對 那 我的信箱有沒有過很奇怪的信 嗯 好的 那我看一下 那 那 那像它有一些不同的view 像是舉個例子 我們在做setting的操作之後 它就會挑不同的view 然後它會有一致的 quitation 你會發現太好 它就會挑不同的view 那基本上就是你要去定義這個view 那 當我們在看一個sign page website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們會共用head跟foot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 你畫面可能會有一致的框框或什麼之類的 它那個框框基本上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裡有一個很常見的盲點就是 大家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把畫面定死 只有這一塊能動 我要把畫面定死 只有這一塊能動 其他都要寫實 如果你在從頭開始設計一個sign page website的話 不要把layout定死 你寧可每次都是從哪裡大的快 也不要先把layout定死 對 就是 基本上layout這件事需要很活潑的彈性 那 基本上我們稱之為這種裡面會變動的這種東西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carlayout 就是卡片layout 那不然你把他寫實 覺得你是百利有無疑害 百害有無疑膩 好的 那 我相信他們會有這件事 應該有複數的蠻大的在講 對 那 就是 這是第一個點 就是layout的部分 請假設 我們基本上都是這樣 我們偶爾是會假設 在body 我們通常是這樣做 就是在body一下 我們會有container 那個container是大的 第一層的 我們通常會這樣做 其實我自己的經驗是會 我們會把page的level分成三層 像這種 這種可能每頁都會有 我們叫level1 然後 像這種可能更多啊 什麼這種東西 可能不見得每頁 我見了很多 不是 可能每頁都會變動 或者是每頁都會跟著變動東西 我們可能會到level2 或level3 像這種一直在變動的東西 一定是level3 對 我們會先把頁面的東西分level 對 如果你要做卡片layout的 我就建議你分level 那 你更換level的時候 假設我更換到一個 我更換level的時候 我會檢查 我去更換頁面的時候 我會檢查那個 level1跟level2 然後level3的東西 有沒有被更動 有的話我就去做一些request 對 不過這有點巧複雜 我是建議大家 直接整套換掉就好 其實 對 或者是你就是分開寫 就是分開寫不同頁面的 的一些處理 對 至於怎麼分開寫 我們等下都會被封來當地 好 那 這是第一件事 你要分action跟build OK 那 當你分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OK 至少你可以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就是 我要怎麼去開發這件事情 因為當你有action跟build的時候 你又應該做一個直連網址 可以直接達到某個build的 直連網址 我們通常就是 當有了action跟build的觀念之後 你下一步 你就會做到直連那個build的網址 對 然後那個build通常 我們都會有一些特別的定義 通常我們都會用網址去定義 或用什麼去定義 對 那 我舉個例子好了 好的 這個也是一個single page website 雖然它有點小 這個 對 這個就是我做的 就不要我會那麼興趣 好的 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 層次碼的demo平台 它是一個可以讓你在上面寫層次碼 然後跑層次碼的平台 然後它的賣點是可以online compile Java 等一下我們不知道要講幾個 然後它這個single page website 就是 它有幾個view 然後我們可以大概看一下它有幾個view 我大概demo一下 第一個這個是source code view 然後第二個它是tagview 然後第二個它是tagview tagview它 它就是右邊是tag 那它完全就是 它完全就是single page website 那 右邊 這個tagview就是 左邊跟上面都是一樣 然後右下角是不一樣的 對 然後它的上面的網址也變成一個對應的URL 對 那點進去之後 我可以再回到我的source code 我的sample view 我的sample view 就是別人已經打到過sample 然後什麼之類的 那我 旁邊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像是 其他的sample 還有執行的執行畫面 對 執行畫面還要 像因為這個是因為 不想讓使用者看不見後面的東西 所以我只用Model window 但還是有提供dred link 對 那雖然它上面有AO 但它是無上大壓這樣 然後我們還有提供dred link 對 那它就會去跑它的連接這樣 那 所以這樣我們會先去把 譬如用網址 或是用什麼方式去寫 那你可能問我說 OK 我們不是 剛剛不是說過嗎 Anchor 沒有辦法support網子 就是 Anchor這件事情 就改網子這件事情 在舊游覽器 不support嘛 那 在舊游覽器的時候 我怎麼辦 對吧 那 我要怎麼去設定一個策略 是兩個都能用的呢 你有一個很簡單的策略 就是把 就是像剛剛講的那樣 在客案去做一個 起 就是在客案去做分配 對 那是一個基本的策略 那 還有另一個 還有另一個 我自己 其實我不太喜歡在客案做分配的策略 因為它效果比較慢 但是其實 如果你在做很大的話 那樣的效果其實還蠻 就是一勞有益 簡單來講就是一勞有益 對 那 當然你還是要準備一個 正常來講 都會準備一個網子 為什麼呢 因為網子的效率 我們剛剛講過的 資料 社會可以直接對這網頁做 資料的輸出跟處理 那 那 你一定要偶爾再到一個網子 才有幫你做這件事 那以前 那我今天 有這個網子之後 我就能夠直接做 直接連結 好 那 在你做這件事之前 那像我現在這樣 我首先F5的時候 我的頁面還可以停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我社會菜知道 Sample 這個傢伙要怎麼認得 所以你的社會菜 其實要針對不同的網子 就是你社會菜 必須要能夠 努力去輸出每個網子的能力 而且 很要命的事情 是你平常跟他要的時候 是Agile Request 還是Json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資料 但是這個時候 他輸出的是整頁HTML 所以其實你要support 兩個方向的處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在這一季段 你本來就要support 兩個 兩種類型的Render 而且 我剛剛忘了講 CinkgoPage website 還有一個很大的小案件 這是SEO 對吧 SEO 我順便講一下 SEO這件事也是一個很尷尬的點 好 那那個 等一下我們再慢慢講 這件事有很多可以講 對 我們還有大概半個小時以內慢慢講 好的 那 OK 剛剛講的這個 大家都知道說 大家應該稍微對這件事 有一點點的 一點點點點的概念 好 所以 其實我想要建議大家的事情是說 你先以業一 如果比起你一開始就要一頁一頁把它疊進來 你先一頁一頁分開做好 再加上把那些頁面組合成一個SinglePage website 就比較容易了 OK 先把每個頁面個別分開做好 再把它整成SinglePage website相對是比較容易的 就我自己設計的前面來看 你要把一個頁面 你要把一個已經做好的頁面 你把整成SinglePage website 比起你一開始就在那邊 點Edge Request 然後一想 我這Request要Request什麼 回來 然後最後再回去回頭 一想到什麼都Directing 你倒不如反過來做 OK嗎 我的建議是這樣 那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頁面 這個網站就是一個典型的 反過來做的例子 對 因為你一開始會想的話 你會把自己的Layout框死 然後你會 你會想太多 對 你倒不如你把它做完 你都再回頭想要等 我把它做成什麼 OK 對 好 那剛剛講到另一個點就是 舊的游覽器的相同 那 舊的游覽器的相同 在這種Case底下 我們一定 大部分的狀況下 我們都會是把 把新的網址放在這後面 那有些人會覺得這樣的網址 就是他不面臨 就是他沒有 他沒有他的語意 但是我覺得這是難免的 這真的是難免的 有個Case就是像是 我在這裡就有Tag 然後什麼Tony之類的 然後就放這樣 然後他執行之後 他就會遲到對應的Tag之類的 這是其中一種Solution 那像我呢 像我在碰到這種時候 我怎麼舍過舊的游覽器呢 我不要拖廊 我直接換頁 對 我不去State 我直接讓他換頁 反正也沒有差那麼多 不過就是在這個Case底下 那我舉個別的例子 就是另一個例子 這是我做過最大的花卷 這是我參與過最大的花卷 好 等一下 他們現在還沒有錯過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們難不得把它拿掉嗎 欸 真的欸 他們把天空Pay的Web單 不能拿掉嗎 真的欸 他們把天空Pay的Web單 真是尷尬 看起來他們終於開竅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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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真的拿掉欸 這應該我當初看到他的重差那麼多 好的 等一下 看一下扣還在不在 你看 大雙案就是不一樣 1.6.1 1.6.1 哇 他已經拿掉了 那就只好不要拿到Demo了 那我找另一個Case 好的 那 等我一下 OK 好吧 既然沒有Demo 那我就找另一個Case 那 幾個點 首先 呃 以前我們做法是這樣 我們做法其實是 我們剛剛不是說我們有寫Level1 Level2 Level3嗎 我們其實做法是 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Anchor上面寫法是 Level1 Level1 1.1.1.2.1.3 三顆ID去做達個Level的 那不同 每個Level會定義那個Level的Layout 所以他會對應到一個Layout 它會定義到一個level file 那那level file決定什麼呢 那level file決定 就是它要執行 它會用哪一個JSP去rander那個畫面 然後那個JSP裡面一定還有一個level 2的一個 可能是一個tag或一個inq的一個file在裡面 然後那個level 2的變數會有 那個level 2inq的那個JSP 會有那個identify去決定它inq哪一個file 然後level 3再去做這件事 所以它有一個三層的卡片內要系統 那那個卡片內要會透過一個sml定義 對 這是那麼樣的一個系統 那 這時候問題就來了 那 我的level 1,level 2,level 3 通過anchor的時候 去執行的時候 就讓我對所有request 一個完整的html回來 直接把大的content直接改掉 懂嗎 我直接把一個 DIV底下一個叫content的東西 我直接把 我們header跟footer不改 但是content基本上整塊挖掉 換回來 就是很傳統的 就是 就做一大塊html 直接把它挖進來放 這是我們的做法 雖然有點粗魯 但是還蠻好用的 然後 我們自己實作一個很激色的東西 就是把裡面的square tag 挖出來 裡面的square tag 一個一個找出來 挖出來執行 對啊 因為HTML沒有square tag 直接用inHTML放進去 不會執行 所以我們那時候自己放 然後 問我為什麼不用這個 因為 那太恐怖了 執行那個量 我們不如自己直接去爬 這次這個 然後繼續走 然後我們就 那時候我們就 碰到這件事 我才第一次知道 因為requestion 有一個很激色的法 在5-4-4上才有 當你進來文字 超過一萬八千字以後 裡面你的requestion 有很多人的話 會fail 而且fail的AMMH 現在完全搞不懂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什麼是requestion的gloof嗎 就是那個 引號那個東西 你只要把gloof拿掉就好了 我不知道把gloof拿掉就好了 所以改起來很螺絲 所以我發現把gloof拿掉之後就好了 那是5-4-4 因為那時候我去了 我那時候在做那個專案的時候 剛好5-4-4-3 好的 那 這是一個點 那 時間連結的部分的話 我們當初是用一個叫view 等於什麼的 一個get parameter 然後直接上這邊連結 直接追那個view 就是 我就會用A.B.C 這套 rule 我直接 就要入request的時候 他會把整個html抓回來給我 然後我pass 我pass其中我需要的部分 就是我把container的DIB拿出來 塞到我現在的畫面上 然後 裡面如果有squid file 或什麼之類的 我就 載入這樣 這是我們當時很粗魯的做法 但是 it works 對 他這個效果的確還蠻好的 然後碰到直接追那個畫面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模具看那個畫面 直接打上去就行了 那 下一個問題 OK 網址不夠好看 因為我是用view等於什麼的東西去做 網址就不太好看 下一個問題 我們就用URL rewrite 用URL rewrite 去把我的view等於什麼什麼 對應到我真的需要的網址 用兩層的方式去做這件事 對 那 下一個問題是 OK 我的連接怎麼寫 我裡面的處理的行為要怎麼寫 我怎麼從A頁跳到B頁 對吧 我怎麼從Aview跳到Bview 應該這麼說 站起來 我覺得 好像開始 請用我倒杯水 謝謝 好 我發現我感冒這裡有點嚴重 好的 下一個問題是 我怎麼從A這個view 跳到B這個view 我點了 這裡有幾個 Keypoint要注意 第一個事情是 OK 我從Aview跳到Bview的時候 我畫面上 基本上這裡有第一個盲點就是 我從Aview等到Bview 要有 基本上我會建議你一定要有loading 要有loading的訊息 或什麼之類的 那 接下來我們碰到第一個challenge 我就開始一路講challenge好了 我接下來碰到第一個challenge 我換頁的時候 使用著點的網頁到其他連結 我怎麼辦 懂嗎 我換頁的時候 使用著點的其他連結 我要停一下這個request呢 還是我要 繼續做我現在request呢 我要e-kno它嗎 如果request剛好我後發先制 那怎麼辦 對啊 懂我意思嗎 這件事是第一個challenge 換頁的時候 中間發生的事情 你要怎麼辦 對 這件事有兩個手足群 一個是 那先講第一個 我要怎麼做換頁這件事情 之前所有的換頁啊 我們的做法都是 由一隻 有一隻javascript function 統一集中控管 然後那隻function呢 我們當時的做法是 把它寫在onclick上 就是有一隻collo播放群 保證它一開始會載入 然後它就好可以 合上去做這件事 為什麼不是把它拆成背輕入式呢 因為那樣寫不完 對 因為那樣寫不完 那 這個見仁見字啊 對 那你也可以把它寫 那除了這件事以外 你也可以把寫dataHPU 然後 直接翻譯在document上 也行啦 看你想要怎麼做 對 但是就是 校門上走的考量 都會有一點點麻煩 對 那我們當時是直接寫上 可以一個上 那 是 那 寫上可以一個 真的有玄機上 等一下再回來講 就是我寫上可以一個 然後我會有一個叫什麼 可能一個叫 呃 SwitchView 的一隻javascript 韓式 然後SwitchView裡面呢 它會針對我 我會給它view的ID 跟對應的一些 get parameter 也有的沒的嘛 那我就會把它做一個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view 然後那個view 它會來大票 一隻天有康人回來給我 然後我就 把那個康人 放進我的畫面裡面 然後當我開始去做 adressplot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大大loading 直接把整個畫面擋住 跟它講 你不准動 Please 不要動 然後它回來之後 就會把畫面整個 整個好放進去 對 這是一個solution 好 那這個solution 基本上work 為什麼呢 使用者就會點點兩下 我們的QA就是 機車道會點點兩下 問我 欸這怎麼辦 所以答案是 在開始的時候 在那個switchview的方式裡面 放一個blade 出去了之後 就不准別人點了 好 回來再努力 其實一些技巧都非常小 都是非常簡單 但是還蠻好用的 對 好的 那 那 可是有的時候不能這樣做啊 舉個例子 我畫面上一個新聞 我畫面上一個新聞 在update 比方說我點了我要更多 欸你因為我點了我要更多 就把我畫面 不要看掉 你就會看我被user打 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會衍生出更複雜的機制 什麼叫更複雜的機制 就是 當我點了我要更多的時候 那個request算是一個action 那action回來的時候 既然它action也是一個獨立的一個 也是獨立的一個操作 對 然後這裡有一個重點 就是所有的view跟action啊 都是統一有一個 統一有一個 有一個分配器集中控管 而不是各自request 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我不會有很多的 data API 或什麼之類 我是有一隻集中的 可能就是 它統一什麼 get parameter 叫action等於手動模 然後參數是什麼就出去 然後它再自己找到 對應的control 會做事 對 這也是我們的做法 對 因為如果你當control 也開始是分散的 而不是同一隻的話 之後你在做那個 之後你在做control 的處理的時候 會很頭痛 所以你還是要有一個 集中的地方去處理它 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好的 那 不過這不是我設計的啊 這是架構式設計的 我當時沒有複雜這個理論 那 OK 那當它去做這個request 當會做這些處理的時候啊 當我們做一個 當它今天觸發一個讀取更多新聞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hsrequest 然後回來 那 回來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的那個 我們會按照那個 第一個level 第二個level 第三個lego 去做它狀態的一些識別 如果它不在同 如果它那個level的identify不一樣 比如說這個比如在level2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 基本上說穿了 我們level1 level2 level3的那個東西都是ID 那我們回來的時候 會去判斷那個ID還在不在 不在 我就不更新了 我就讓它資料丟掉就好了 對 我們當時的做法是這樣 那 這個需求 這個需求算是比較特別的 好 那 所以我們會把頁面切成一些 做的也沒關係 不能讓別人做那種大頁面跳動 所以我們要連結 變成這樣類 對 這是一些基本的sense 那 好的 那下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說 換頁這件事有玄機嗎 我們寫這樣可以一個這樣 好 接下來人就會有問我 為什麼不寫在hrf 或之類的就寫個jarscream 或什麼之類的 就可以了 因為那你要寫別的東西啊 我們剛剛不是說過 我們要做seo嗎 seo會爬 a的hrf 即使你還可以一個return force 它還是會爬 而且還有另一個好處 使用者右鍵 右鍵開信頁面是開得過去的 懂嗎 所以我們會點擊操作 onclick的時候 我們會去return force 我們會做 處理的部分 然後return force 但是我們hrief 我盡可拿來 就會把nevue的link放上去 讓它能夠support 多種目的 多種情況下的處理 特別是 這還有一個好處 是當你的 一些東西有問題的時候 它也可以握 對 像這個東西 這裡又有一個例子 就是 這裡的link 基本上都是 都是有link 但你點它不會換頁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可以直接做這件事 我可以開信頁面 它會work 對 然後google 來發你的頁面的時候 這些link可能都會被處理 對 那 接下來就 我們當時碰到的 另一個比較激色的問題 不過這是比較像是dk的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有趣 這是 dk的東西基本上是由 javascript的witch組成的 我相信有些做天空配 website 我方的問題 像efdjs 你是透過 你是透過 你是透過witch去構成你的頁面的 那表示google 英訊來index你的page的時候 它只會看到一堆的javascript 然後看不懂那個打響 對 那 這種情況下 seo你要怎麼做 基本上 基本上 你會覺得蠻絕望的 對 那我們當時 因為dk就是一個這樣的quenwork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那我們當時是一個solution 意外的 它還蠻work的 就是 把我要給google的東西 另外印出來 然後讓它是藏起來的情況 對啊 這是display none 但是裡面有一堆 take 不要以為google不會 不會index的東西 它真的會index 只是聽說把它的底下不會很高 不過 anyway 然後 很好玩的事情是 這跟真正的頁面結果完全不一樣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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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只把 它需要有沒有h1 然後我總是印的它而已 就是讓它看得懂而已 然後社群收得到這樣 對 只是只針對重要的content去做index 然後 這算我們算去的seo的一個 這算我們算去的他 其實 至少他們沒有跟我們啊 我真的要說 對啊 可是做這個我覺得 某個角度來講 這樣其實的index其實比較有效率 其實它抓到都是我們希望給它看的東西 對 然後剩下當然就打3map什麼 那個就不用多說了 好的 那我們剛剛講到一個基本的操作 怎麼從A頁面跳到B頁面 然後做一些將端中間的事件的處理 OK 那接下來下一個問題 我怎麼從這一頁 好 9.27 應該可以 我們怎麼從這個頁面跳到下一頁的時候 然後 我這樣去拉整個頁面回來 把我的content底下的DIP整個換掉 然後把各位重新執行一次 這樣 會不會 讓我的頁面很慢 然後會當掉 答案是 大家想聽答案嗎 答案是 答案是 當然會啊 沒有啦 這很重要就是 在A6底下這個問題還蠻明顯的 就是你可能 不過其實我發現啊 在這一次的挑戰瀏覽器的經驗裡面啊 我發現 欸 使用者電腦不要太差了 基本上都不會太誇張啦 就是 你頁面大概吃到 兩三百mai以後 才會開始掉的感覺 對啊 難怪以前發到Boss一個type 吃掉我們只有700mai 都沒弄 對啊 那基本上那個時候我們的case是 我們其實有點難用的 就是 其實就是 那時候的case就是 除了在A6以外 其實基本上這樣玩還OK啦 明明常常可以接受 對 雖然有點興趣 但我必須要整一窩子 A6真的比較麻煩 而且A6死掉不是 A6死掉是那個什麼 無法什麼就是請回報 那個 就是那一種 就是整個已經掛掉那一種 對 那FiveHouse跟空間電腦 我覺得他們強行度還算夠 對 那 那 那還有另一個點 不過我們有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有去 我們有去對那個 我們有去對每個 有去對那個每個HTML的事件去做網牌 這是我們唯一至少有做過這件事 對 我們在把它detect之前 我們有把event做處理掉 對 這點是大家可能比較難做的 但是這一點只是 我不確定它有多有效 因為那個是 因為那是我們機制幫我們做掉的 但是這裡其實影響可能有一點 好 那這我覺得這個就再說 好的 那還有一點就是 還有一點重要的就是 Jarscape怎麼讀 怎麼執行認識 現在我會告訴你 你可以用AMD或之類的 那 嗯 嗯 但是我們後來真正採用的捨讀是 把會用到的東西放到hade 一直讀進來 就省事了啦 我們後來捨讀就是 把常用的那幾支 Jarge 全部放到hade去 對 然後後面都是採取 如果 後面我們有一支 global loader 都是採取如果這東西已經讀過 我就不讀進來的策略 像是hide chart好了 你就會去判斷ifhide chart存在 就做這件事 沒有就寫個square tag進去 之類的 我們都會做這些事情 對 那現在你就可以直接用AMD 去用define跟refine 對 那 這件事情是 但是你要知道 團隊是龐大的 寫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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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在設計的時候 都會特別去判斷一次 如果這個來回已經讀過 我就會自我保護 對 這也是一個點 就是我會自己 再來回去判斷 如果我已經讀過 就自我保護 就是這樣跳過code 不要自行 我扣還是叫我讀 但是就不要自行 這也是一個點 那這些 要不要做呢 看你那個 那支來回的嚴重性 如果說那支來回真的不能被重新讀 的話 就是還是要做一下 對 基本上 JavaScript的file應該 正常來講 JavaScript的file 執行應該不會太 應該不會 就是腦來回形的檔案 應該不會太多 那 大家都知道JavaScript的file 兩種嘛 一種是 page的script 一種是 一種是那種 基礎的script 那 比方說我從A頁進來的時候 他要辦一種事件 他這一頁進來都要辦一個事件 然後 我離開了 然後 我又回來了 我是不是還要再辦一次那個事件 然後 那些 東西要怎麼處理呢 所以你知道 這裡會分 就是你會發現 你在ponction的control上 你會分成兩種 一種是 共用的 函式的載入 跟 當頁的資料的頁面的執行 那這兩種 你要分得很清楚 在開發的時候 你要分得非常清楚 哪些是你在載入這個page的時候 你要能夠去 去觸發的 對 而且這個問題 會隨著另一個事情的影響 變得更嚴重 你怎麼切碎你的頁面 你要partial怎麼切 會一直影響你這件事 因為我們在做大型的 在做大型的網站的時候 我們一定一定是 上面一頁 裡面還有裡面的一頁 外面 左邊有一頁 左邊裡面還有在載一頁 只是你一定會切好幾塊 好幾塊 來不斷的loading 那 那種情況下 每頁的dependency 跟每頁的處理 就是一個 基本上我建議大家 在這次頂上 一定要善用AMD 特別是這年頭 既然recrafts都已經變得這麼不顧了 大家一定要善用 這種AMD 或者這種dependency loading 的特異 去做它會比較好一點 對 好的 那 那 我們後來為了加速 基本上都是把大部分會用到的一些script 都直接塞到head 你大概在head 放了十支還是 我們那隻script 應該有幾萬的行友 對 就是一些相應的libre 就是一些比較基本的libre 都放在head 然後你就賭 它會head 對 正常就是這個意思 這也是蠻常見的技巧 好 下一個問題 就是 剛剛是jarscript的部分 那下一個問題是css的部分 slender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採用namespace的觀念來做這些事情 每個頁面有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 我們有Level1,Level2,Level3的ID 我們用那三個ID來當我們的namespace 就是我們用它的ID來當我們的namespace namespac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嚴格的遵守 這個view的原件 除了共用原件以外 這個view的東西 不准去影響到別的view的這個準則 也就是我不會有兩個view共用同一個 除了全部大家都一起共用的原件一樣 我不會有兩個view共用同一個 一直到達的原則 就是A畫面的元素 我一定會always有一個A畫面的slender在前面 然後確保它不會跟B畫面的東西做干擾 對 但是 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對 因為 你只要一開放這件事 讓他們能夠做的話 接下來你就是無法挽回力氣 因為 團隊裡面是一個 是一個團隊在開發 然後這種準則 如果你open出去的話 你沒有一個好的計 因為像剛剛那樣子 我可以直接sort整個CS file 然後寫成字去 去看那個CS file 有沒有 有沒有 不合這個規定的東西 但是 如果你開放出去 讓他們可以寫那樣子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這樣自己 就 就是放出去就會不來了 對啊 那 這些是我們當時的一個準則 那 像是 就是 剛剛有人提到 就是 我如果同一張圖片一直載入 會不會很慢 基本上不會 因為流行器的cache 只要像圖片那樣子 是get的 只要同一個網址 圖片載入過的話 基本上cache都還在 那基本上那個都還算快 對 那 通常這些型的網站 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次的載入特別慢 啊 那個基本上是 我覺得是比較難解決的 但之後都會相對快很多 對 好的 那這是一個點 好 那 到這裡先開放一下問題好了 有沒有 有沒有人對single page website 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有沒有在想問什麼特別的問題 沒有嗎 好 那我自己問 OK 問一下 好 現在是一個 導入single single website設計的方法 因為我剛剛聽你這樣講起來 它其實需要非常多的technical 跟 design 然後SEO還有很多problem 那 現在我們既有的網站 可能不見得是single page 那我們現在適合 因為 看起來比較炫這件事情 而使用它嗎 唉 終於等到一個讓我想流淚的問題 這真是一個太棒的問題了 其實我今天來講這一堂 我就是要告訴大家 別傻了孩子 乖乖去寫傳統web吧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 說政格 你看這個畫面 它雖然這樣看起來很炫 但是你真的覺得它有比較炫嗎 我的意思是 你真的覺得 它有比你這樣換夜來的直覺或什麼嗎 差 等一下我們再 等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 有多少東西值得你用HS去換 有哪些都會值得你用HS去換 我建議大家在HS是用局部的方式 在需要的效果上去做就好 不見得非得要全戰性的去做 那 等於這個理由我最後再一起講 好 好 OK 那 我還是先問我剛剛自己沒問完那個問題 就是 大家都不會很好奇嗎 就是 這個頁面的CSS跟JarSuite 檔到底是怎麼切的 怎麼切什麼多 然後它會放在哪裡之類的 這樣 好 基本上 呃 我們的原則是 我們的原則是 所有的CSS寫在同一個檔案裡面 所有的CSS寫在同一個檔案裡面 全戰的CSS寫在同一個檔案裡面 對 但是我們是有一個Styling Team 專門附贈那些檔案的處理 對 然後 他們會 單獨的把每個原件去做一些 對每個畫面每個部分的東西去做一些處理 這是一件事 然後JarSuite的部分呢 因為CSS比較好壓縮幹嘛 所以CSS的部分就比較好處理 就寫一起 對 而且 基本上一個檔案太肥 也不會導致什麼問題 然後Compy的問題的話 呃 呃 反正不是我寫 欸 不是啦 不是 Compy的問題的話就是 基本上就是用Guyline的方式去喬就是了 嗯 那這是一個點 那 呃 JarSuite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我們大部分的情況下 呃 檔案不大的時候 我們鼓勵直接引PageJS 我們鼓勵直接引PageJS 因為 你要去賭 你要去抓一支Squid file 然後 把它弄進來 然後把Squid file切得很碎的話 你到時候要去找那些Squid file麻煩 這是純粹是鑽 鑽一個大小的考量 可能當時開發的人數的考量 對 因為我們覺得去 找那個JS file 然後就把它找出來 再回來修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算大的時候就很辛苦這樣 對 然後 但是 當然還是有但是 那 每個頁面的那個 就是每個NetsBase啊 就是每個JS file 影響到的頁面啊 都需要Follow那個NetsBase 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會有不同的 不同頁面的class 都叫點 點article 或點什麼的 然後不幸的都裝一起 所以我們基本上 他們在寫JS file的時候 都需要一個 quip 就是要 不然我寫slate 或什麼的 都是要有一個root 來做那些事情 然後那個root就是NetsBase 就是 那個對應的ID 的那個out 對 那這些都是一些 基本的 就是我們一些常見的東西啊 那 在要求他們寫slate 或幹嘛的時候 我們都要求他們寫得小心一點 寧可效能差異 要求他們寫得小心一點 對 那個Case比較特別 是因為那個團隊的 人數差太多 就是當你開發者的人數 同時寫錯人數 你做到了五六十人的時候 你真的沒辦法控制很多事情 對 就連我每天看call都看不完 對啊 這是 就是躲到那個程度 我真的沒辦法控制很多事情 所以這是透過傳隊的準則 去follow很多事情 對 但你定個準則 也不見得他們就會follow 對 所以就是 很有趣 然後 另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 然後 然後 剛講的是 固定PasteJS 那 除了這個 但是太常 或者是太大的 就是 呃 一些 比較複雜的 我們還是會 tom john 寫script 然後script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按照那個 剛講的ID 所以那個三層結構 對這整個 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對 按照那個ID去處理 對那些東西 那 你一定會問我啊 欸 我的頁面有可能被include 啊 我怎麼知道它哪一層啊 對吧 那種東西我們就會 那種東西就 那種東西就 我們就很像會 就是會去 想辦法取一個 真正的名字 反正你這什麼東西都有ID啊 但你網站大的都變成這樣 對啊 那就是去處理那些細節 而且全部都是純走工 所以你會覺得很辛苦 但是 你一時的辛苦 會換來你以後 很穩定的東西 對啊 好的 那 那剛剛講到那個跳躍這件事情啊 我們現在要 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我要來講 那 在現在的頁面 在現在的一些fmwork裡面 他們是怎麼做的 就是像 在bone 基本上 剛剛講到的route 其實很重要嗎 好的 那基本上 他們的case是這樣子的 就是 基本上是 用 他們會去定義一個 他會在 他基本上 對bone的原則是 他會進來的時候 會去定義 他會定義一些route 把網子定義在這 他只要對應到這些網子 他就會指引到對應的事件 所以 基本上他是 採取 我不管他 就是我告訴你事件 然後你自己管的部分 那為什麼 我現在要特別提這件事呢 我只是想告訴你 他還沒有特別多做什麼事 他只是讓你有一個event 可以做這件事而已 對 所以 他跟自己科 基本上 他就是幫你做這些route 那 剛講的那些東西 會不會因為你用了fmwork的改善呢 大部分雙效的部分 因為你還是自己在 handle don 你還是自己在 只要你寫jroute 你都比較有電視 對 你還是自己在handledon 自己在handlehtf 自己在handlecss 對 你還是要去跟瀏覽器的載度 去做對抗 基本上 能夠對這件事做得比較好的 是像event 那種整套 就是有一個component分work 然後整套幫你 讓你去 去採用的那種東西 會做得相對好一點 但即使你用了component分work 它能幫你什麼 它能幫你處理那個 memory的那種 原素的detach event的onbine 然後 ewise的rending 跟一些相關的東西 那它可以幫你處理這些事情 但 你要怎麼去切換頁 切換頁的時候 要重新 你有哪些位置 幹哪些事情 你還是要自己來 所以基本上 這整件事情 就single pair 會在這件事情 整件事情是網站 裡面的大魔王 是大魔王等這些東西 那 OK 那回過頭來 我要說明的事情是 什麼時候 你真的需要寫到single page website 我可以告訴你幾個很明確的時間點 一個是 遊戲 大部分遊戲 你幾乎都是需要single page的 啊 遊戲 會不會有 你會問我 欸 遊戲會有view跟action嗎 會啊 遊戲只是 action原比view還來的多而已啊 你會有開始畫面 你會有遊戲畫面 你會有機會畫面 你看他會有ranking的頁面 對啊 他只是action比遊戲多而已 那 遊戲的部分 基本上你躲不掉 那 那個你就是 安心的 好好去跟他玩吧 對 那 其他的部分像是 舉個例子 Gmail這樣的東西 Gmail這樣的東西 我做一個簡單的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 這是現在的Gmail 那 那 好 這是Gmail 那大家看到他是Gmail 那 開一下 那傳統解釋放上去 欸 摸一下 我開兩個東西讓大家稍微感覺一下 這個是Gmail的HTML版 這是Gmail的正式版 那 我點這個 大家的感覺是這樣 那 我點這個 大家的感覺是這樣 好 這 你這樣 你現在會覺得 你現在會覺得 Gmail的這個 這個的那個 User Experience 比較好 有兩個理由 一個是畫面稍微是閃爍 然後 另一個理由是 點進來 你可以 你 Assign 你點進來就會看到 也就是說 我要講的重點是 這個行為你已經被教育了 在做Single Path Website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你要重新教育你的User 去習慣控正常的行為 包括點進來跟按上一頁 會回到哪一頁 包括點下一頁會去哪裡 點下一頁會回到什麼地方 全部的部分 你都要重新去教育你的User 如果你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的話 就是如果你沒有辦法教育你的User說 去預期他下一頁會發生什麼事的話 Edge的這點其實本身上是沒有 不見得比較有力的 像是這個例子來講 我點了之後 對 對 那 那還是有例外 像是 上面的一些東西 一些操作 像是選擇的東西 或是像那種 因為你會一直在切換頁面 所以他會對你來講 會很Barring 那 他就會比較糟糕一點 那 這些東西你就會 就是你會一直黏在上面的東西 你才會 你才會比較特別想做 那種Single Path Website 那 接下來我換另一個例子 不過某個角度上來講 也是因為這個網路不夠快 Demo 好像都數了 另外一個SSID比較快 你說下面嗎 可是我好像連不上 我試試看 Demo 在網路上 打 HP 疾了 其實我好像連不上 試試看 好的 我想說的事情是 其實使用者沒有那麼特別的排斥 換頁認識 我是這麼覺得,總者不真正那麼排斥換頁這件事 因為相比之下啊,比起一個在那邊轉個不停 而且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換頁的東西 是有時候那個樓底反而比起一個空白的切換頁來的更 foreign 對,那不過這件事情全部都是漸漸直的 好,那就可以試試看 現在很討厭的 很討厭的bad parties 當初就跟他講不要這麼做 好啦,還是不夠快,我倒是放棄了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對網路夠快的情況下 就是對正常的網路環境底下來講 agents基本上我覺得是 不見得是那麼需要的啦 就是看你真的需要一份 如果像一些,像這種 像這種操作或是這種列表 你真的很想做agents的話 你應該是針對特定需要 一般黏在一起的東西 特別做single page 特別做UI的切換 簡單講,它應該是一個nestware 不是一個有tl的東西 特別是對他說切換 而不是一個 就是一定得要用single page website來做這件事情 我就這麼覺得啦 那 我不確定大家的發覺 有沒有特別的情況 那 那另一個問題 那我順便再講另一個常見的問題 就是 就是 有一個back process一定要避免的 就是 有一個back process 是在做這種 hs頁面的時候 你一定會 就是很容易犯的錯就是 table啊 下一頁就用hs了 但是沒有做during 對啊 就是 table的 第1頁第2頁第3頁的那個during 絕對是有意義的 因為大家撿到第10頁的時候 重新整體變成第1頁 使用者一定會想大力 這個超常看到有人漏作的 對啊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 對 然後我必須要承認 我這一頁也漏作了 因為這超容易漏掉 但是請大家就是盡量多多提醒自己 對 馬上就自己打臉 很糟糕 那基本上那個連結的做法 跟剛剛一樣 用A的方式去做 就是A放下一頁的連結 然後對一次 unfinity跟boss 然後處理相關環頁的時間 對 好的 那 那 TinglePay website challenge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主題 其實本身 我今天真的是來宣揚 不要寫TinglePay website 對 因為 然後如果你要寫的話 就是 用那種 EFTDates 或CMV 之類的東西去寫 比較影響 像我寫這個的時候 基本上就沒有被太多事情干擾 我覺得可以很安心的寫 這問題可以寫 那 那 呃 那 對 那基本上 話說回來 呃 TinglePay website 最難的結合點 還有一個 剛剛忘了講的一個點 就是 你怎麼去抓到一隻 Sql 在什麼地方 這件事情啊 因為SinglePay website 呃 它大部分的情況進來的時候 可能它死都死在頁面裡面 或是死在其他的 一些頁面沒有的地方 那你怎麼去處理這些事情呢 呃 基本上幾個點 就像JSK AVO 好了 以 頁面的AVO的話 畫面的UI的AVO鍵 他也就是 去看他的Take 或看他什麼 直接去從他Class 直接搬回去 這種 右鍵Inspiting 去看他哪個元素死掉 回去Surfing 收拾Code 應該還蠻 這個是我常幹的招 那還蠻有用的 對 其實在兩三萬個檔案的情況下 真的有用 只是搜尋的標訣而已 對 那 JSK AVO的部分的話 別的上 嗯 我們 我們自己習慣的做法是 我的Skrid 都會有一個 就是我們會把Skrid 集中執行 然後你可以直接去TryCatch 那邊的東西 你就可以拿到相關的資訊 對 但是整個都是 有特別特製化過的一個部分 那 因為剛剛有講到 我們在做那個 我們剛剛有講到 每個 每個換頁的操作 透過一支 集中的JSkrid 每一支來做 那在那裡的時候 我會猜 我會去記錄上一個View是什麼 然後會去記錄 如果有Aero發生了 就是我們的AeroHandler 基本上做得很嚴謹 就是 在載入頁面的時候 我不是說過 我們會自己手上去 把Skrid抓出來執行嗎 那那個 在打執行的時候 我們有去在那邊做一些刷 可以去找幹嘛的 所以在那裡 你們可以看到相關的資訊 對 那 那 然後Skrid Aero 基本上 就是 inspect回去 就是看到Skrid Aero 就是看到 基本上行號沒有意義 在這種情況下 行號是沒有意義的 那點回去看 是哪一段 扣出錯 然後想辦法把它找出來 大概是怎樣 對 那 那 好 什麼特別的嗎 好 講你最後一個好了 就是 Testing的部分 這個Case難得的有做Testing 那 我們怎麼做 那WebTesting有兩個做法 大家如果熟悉WebTesting 會知道它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 Skrid Aero 就是 有一個開箱的一個一個一個點 那一種 所以你去錄腳本 然後寫腳本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點 這個以Skrid Aero為著稱 那這個優點是非常的real 非常的 因為它真的是開保護車 非常的real 那大家還在問我 那 我怎麼在 那我開保護車 是我每個保護車都要開嗎 對 每個保護車都要開 所以我們以前有一台I16機器 I17機器 I18機器 還有I19機器 然後Buffles跟 跟那個公民 每一台機器都可以跑 對 那我們會真的有那樣的機器 那現在有一個叫 SoulStep的 就是 出神經典的內壓公司 他們自己開一個叫SoulStep的一個服務 就是 提供你雲端的保護車 然後每次跑他還幫你recker 那要收錢 那如果 反正會做testing的東西 應該不窮 就是 對 但那個可以用 那還有另一個就是 那基本上那個 那個的做法就是用 你可以寫 你還可以寫一些Jaskr 去控制裡面的內容 所以你還可以不只就是點擊啊 你還可以模擬一些Jaskr 時間操作 對 整年我基本上我跟他還蠻熟的 有興趣可以跟我聊 整年相關的東西 我以前追過他的code 然後我寫過他的TestCast 寫了幾個月 對 那 不要問我為什麼會寫他 對 那 另一個Test的Solution 是 另一個Test的Solution 比較適合這種狀況 然後 那個Test的Solution 然後 HP出的LowWarner 對 他指的是 他的做法是什麼呢 他也是一樣是用腳本錄字的方式 那他錄的方式是 他去一頁一頁點擊 點擊完之後 他會收集每個 Get跟Response 然後 用 用這個 他寫了Get的Request的Content 跟Response的內容 他會去 做 紀錄 然後他就會 下次你去跑那個Test的時候 他就會 送一樣的Request 給那個Server 然後拿他的Response 來比對 跟我的這個Response 有沒有差 用這種方式去做Testing 那這種方式就有一個問題 你內容改動的時候怎麼辦 或你內容根本就是動態資料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他只有極限 對 但是他好處是什麼 因為他不用跑高的 所以他要模擬那種 一兩萬啊 那種一兩萬 一兩萬的狀況的話 在少量的機器是很容易做到的 所以他是很適合 可以用來做大型壓力測試 特別是手藝啊 或一些基本功能的壓力測試的 Concuren這個Tool 對 我們之前有拿他測過 我們自己做WebSize 我覺得效果還蠻好 我們可以成功測出 我們存在的壓力 在兩百多人的時候會刮掉 Concuren兩百多人的時候會刮掉 這樣 那這是我們自己的一些經驗 那 那 我自己 欸 大家自己的那個 Concuren的數 曾經撐過多少 這場 玩過那種Concuren超過兩百人嗎 兩個 好 我自己玩過最高的 就是 青眼所見最高的是三百 三百多人 三百五吧 嗯 而且他三百五後 把這個充過 對 那 實驗上 Concuren這件事情是 實驗上我們後來 在做Concuren這個議題啊 像我們剛講的 那不是2百五就會掛嗎 那我們後來解決這個問題是 說卡拉圻林開試牌 然後 最多行可以成號法外人的這樣子 對 然後不要問我 為什麼會 以前會問這個是外行人 對 卡拉圻林基本上做起來之後 它的low鏡不是直接 整個樣子上去的 好 就是這樣 那 好的 基本上 Single Page Website 大部分狀況下就是強調幾個點 你要注意你的View 然後注意你的Action 然後先把View跟Action切清楚 這是第一個點 View跟Action一定要切清楚 不然你的Page 你的Website已經做不出來 然後resource management 要有一套機制去統一管理 建議這套AMV 每個頁面的Content 應該都要遭遇一個限制的管理 那 基本上 Single Page Website 是一個在 腐化的規律中 想辦法在雖然沒腐化之前 把它接按鈴的東西 就是基本上Single Page Website 會隨著時間的演化 讓它越來越難以為目 除非你有明確的規定 不然一定到最後就是一團狗 對 那 當然除了我們剛剛講的做法 還有就是直接掛Marcho 我看過比較誇張的就是 都是用iPhone掛Marcho 就是我 我算是很多頁面 但是我就一直在切換Marcho 所以我就是畫面它有四個框框 或幾個框框 那我就一直在切換Marcho 像是那個Java的PortEdit那種玩法 對 可能不太多人知道 我都跳過這部分 對 好的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沒有 沒有 嘿 好了 其實我說聖格 我覺得這個主題非常難講 雖然說 今天的紀錄深度 是說聖格應該算是難度中最高的一個 但是 今天的主題真的不好講 那 我覺得昨天的整個議題 相對之下 好講夠 那 OK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明天和後天的東西 明天基本上我們會講Facebook API 後天我們會講Compone S1 就是 更天的主題有點像 但是更包括在怎麼去做Marcho S1 就是 它會真的去講你要怎麼去做一個模組 怎麼讓你的網頁可以透過模組去構成 對 那一行課會講的 就是那一行課會講的 就是那一行課會講的東西 就不像今天那麼公明 因為是有實際的東西 我們可以直接舉實際的Layout 或這些東西來做說明 對 因為SFacebook API的Website 它的Challenge 都是專案開發的Challenge 對 對 好的 剛剛忘了講 就是Compone Page 通常都會有一兩個人 特別是維護那個Base的 就是那個Base API的部分 那個絕對不能輪著做 那個絕對笨輪著做 對 因為你改一點我改一點 你改一點我改一點 因為死人 請一定要派一個固定的人 周邊處理那件事 對 然後 而且那個一死 一定是大家一起死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那 OK 那我們明天講的是Facebook API Facebook API的部分 剛好我們會介紹 Facebook常用的Program 對 然後 介紹一些Program的Detail 然後還有一些 怎麼會做Facebook Earth 然後怎麼會做 Facebook的登錄驗證 怎麼會做那個 API的存取 我覺得 我覺得對 我希望帶給大家的東西是 其實Facebook提供了很多 User資料給我們 那User也非常笨笨的都會按OK 對 對 然後 其實我常都覺得我寫的 我要求權限這麼高 你怎麼願意放棄電話 對 我常常心裡偶爾一直是這樣 這是 允許伺服器給我發文的權限 對不對 你允許伺服器可以用點名義發文的權限 我現在看到Facebook會自己走 都把它關掉 因為當我 當我開始發現這個功能界 有作為依活的時候 我就開始覺得很恐怖 那 你可以存取到哪些User的資料 然後 你可以用使用者身份 做哪些事情 那我們那一天 會玩 會稍微詳細的 對大家不要興趣的資料 就是基本個人資料 朋友清單 然後 他按過的本子頁 然後還有 甚至他朋友的 一些相關的 一些他朋友的 允許存取的資料 在全線裡面都可以拿 然後 怎麼拿 那些基本上 我們會稍微講一下 那 還有就是 你怎麼去用 他的Graph API跟FQL FQL是什麼東西 那 Line滑溫 Line滑溫有什麼問題 還有一些 他裡面有些相關的一些 detail是怎麼回事 這個我們在明天的講題 裡面會介紹 那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 其實Facebook API 你在找他的文件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文件其實非常熟 所以就是關於FQL 那段他的資料其實還蠻少的 那我剛好在 上一份工作的時候 就是 有很多經驗跟他相處 對 但是在 你 假設你沒有機會來聽這堂課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用了Facebook的東西 然後那個功能壞了 一定都是Facebook的問題 大概就是這樣 Facebook的API的穩定性非常之差 那 特別是他現在的API 他就好幾隻發文在裡面 對 請不要太相信他的API 然後裡面有很多東西會有問題 那 詳細的細節 我們明天再聊 那 過天的總共來討論 目前還很缺人 那有興趣的可以再聽 那 感謝大家今天來啊 希望大家就是還蠻愉快的這樣 那這樣就是 大家回去路上小心點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